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了一个半月了 觉得有所改善 用了一个半月了 觉得有改善 我现在还在继续每天喝姜水 在用姜粉泥涂所有痛的关节 看网站上的视频 每天敷12个小时 我们这里没有公益点 只能在网上看张一世的视频 手势 做法都不知道正确与否 一开始 只是大拇指和手腕偶尔痛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 到医院 开一些止痛药和肋骨唇药 吃了这些药后 只是减轻一点点的痛 药越吃越多 病越来越重 从头到脚 凡是有关节的地方都痛 有时如果一天没吃药 痛得嘴巴不能吃饭 不能穿衣 不能下地 生活不能自立 后来 在网上搜索 看到原始点 从2020年11月12号开始 用原始点治疗 一开始 只是喝姜汤和按推 按推以后 我整个人不行 像梳了一样 一条脊椎 枕骨下颜 痛得都不能碰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再次按推 一个月 不但没有改善症状 按推的地方仍旧很痛 是我们的手法不对 还是我的病都是患出体伤呢 我现在 肋骨唇药不吃了 一粒止痛片吃三天 原来 如果没有用原始点 不吃药会发热 浑身痛 起不了床 现在 肋骨唇药我已经停了十天了 虽然每个关节也在疼痛 但是我不发热 能起得了床 这应该也是用原始点改善了吧 我目前 还是每个关节都脏痛 脖子不能转动 肩膀痛得晚上 翻身都费劲 我还是继续按照我每天做的作业做 还是要改变一些方法呢 等待您的建议 我现在 什么含量的食物都不吃了 请您帮我看一下 我每天做的作业是否正确 一 早上六点半起床 四十克的姜粉放在八百毫升的水中 小火烧五十分钟 喝一百五十毫升的浓姜粉汤 浓姜汤 我是分七次喝 第一次喝的最多 后面六次喝的少一些 二 在烧的期间 我喝一百五十毫升的白开水 喝完以后 做健身操 三 十克姜粉和一百克姜汤 调和放微波炉里加热制作姜粉泥 我老公就帮我涂上 背部 前胸 肩膀 手臂 膝盖 手 脚等有关节的部位 他帮我涂的同时 我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这样来回三次 然后放餐巾纸 再用保鲜膜包好 这样一直到晚上八点左右洗澡 在这十几个小时内 如果餐巾纸有失掉 就给换掉 洗完澡以后 就马上把电热衣穿上 到晚上十点半 把电热衣脱掉睡觉 因为我晚上后脑勺 和脖子会出很多汗 晚上都要起床两次 用电热吹风机吹干 四 空闲的时候 做健身操 看看张医师的视频 这就是我每天的作业 不知道还欠缺点什么 希望张医师能给予指点 谢谢您 感恩 从这个患者我们来看 内风湿性关节炎 我们说原始点 他诊断跟治疗非常重要 第一个诊断就是观察他的症状 那观察症状看什么呢 看他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这是首先要先确定的 那如果从他一开始讲 我认为他还没有到体力虚弱 还没有看西医之前 他只是关节在疼痛 那到处都痛 可能从头痛到脚 只要有关节的地方 他都会感觉疼痛 那如果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我们就可以先确定 这一个患者 是重症 因为他无时无刻不再痛 等一下今天我们也会讲到 轻重症的辨别到重病 那如果是重症的话 其实重点在按推 其次才是热源 刚开始是这样 如果遇到这样的病 那按推为主 热源为主 这时候的按推就变得非常重要 就是你要找出正确的位置 然后手法要到位 这个是一个 就是学习原始点的基本功 那很可惜的就是 这个基本功现在 一般读者只能从往上看 他往上看完 要按到对的位置 应该是不难 如果详细多看几遍 应该要找到位置不难 但那个手法 就要念起 最好还是要有人指点 那如果没有人指点的时候 我建议是按推的时候 一定要先由轻 然后以患者能承受 然后轻轻帮他按 然后等到他比较能承受的时候 再慢慢力道加重一点 那这样由浅入身 由轻而重 这样患者也能够 缓解症状 所以一开始如果 只是他到处都痛 那我们在诊断上 即便他是重症好了 那按推还是把开关按完之后 我认为就可以缓解了 也不需要吃药 因为按推解症速度非常快 像刚刚那个带状炮疹 其实已经很明显 那个痛起来不输给 内风湿性关节炎 所以一解症只要解对 他很长一段时间是可以蛮舒服的 而且他开始又不是身体 身体更难处理 那指头关节 我认为是更容易处理 四肢是比较容易处理的 所以重点在位置 还有按推的技巧 这一点可能患者上 因为我看他从头到尾都在讲痛 而痛好像都没有解决 那这里已经很可以看清楚 这个读者患者 他本身的手法是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本来很容易解症 也达不到解症 而且他按推完 人感觉好像都松散了 这个也不对 好像有一点按的 是不是力道太猛了 太僵硬了 这个在临床上 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操作 就是把患者揉到最后人很虚的 这种情况我们也遇过 所以在家人如何要帮忙的时候 记得那个影片 怎么按推的方法还有位置一定要看清楚 然后刚开始手要放软 不要太僵硬 你一想大力按 那个光那个想大力按就不对了 因为你当想要大力按的时候 那个手一定是僵硬的 你就轻轻松松手放软 然后顶到我们影片教学的影片 那个位置 然后轻轻的这样按 然后患者 你一碰到他的压痛点 他一定就会告诉你 这一点特别痛 那你就在 这一点 来回多按几次 然后以患者能承受的力量 那这样他的痛就可以缓解 因为解痛症最快的就是手法 因为痛多数他助体伤 我们上课疾病已衰老 这也都有讲过 很明显所以这一个患者 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出在手法 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他的 吃完吸药之后 他的感觉就是最后也起不了床 那起不了床好像越吃病越重 那这个时候其实已经病情在我看法 已经有加重 因为到起不了床人很虚的时候 这时候已经算是重病了 但重病因为还没有其他的症状 也谈不上显向已现或命违 但确实已经由重症到重病 因为重症到重病 差别就在体力 也就是他体力可能已经热能已经消耗 所以体力变差 所以才会下不了床 那在这种情况下 他说就是最后停了药 最后也能够下得了床 然后本来在没有吃药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吃药的时候 身体都会发热 那身体会发热的情况下 一定要赶紧补充热源 要不然身体发热也正在消耗热能 这个也是要注意到的 就是那个 补充热源 但是他一方面又吃西药 可能当时候又还没有原始点 补充热源的概念 所以到最后会下不了床 那西最后懂得用原始点 比如说喝姜汤 涂姜粉泥 那这些问题就 发热的问题就改善了 那也能下得了床 那代表他体力是有恢复 一般是这样 你如果吃肋固醇一段时间之后 那如果一停药的时候 有些人就会身体出现身体浮肿 甚至脸也会胖 人家说月亮脸 水牛肩 类似这样的 那他还好看起来 但是手我看还是胖胖 还是有一些肿 所以停药的过程中 现在在用原始点 我刚刚已经分析了 好那就恢复到之前讲的 轻重症算是重症 那重症的处理方式 其实跟刚刚 就是带状泡疹的处理方式 是一样的 重点在一定要懂按推 他才能解症解痛症 那甚至不用喝姜汤都可以 我认为如果体力够 不喝姜汤也没有问题 所以但是我看他蛮注重 一定要喝姜汤 那喝姜汤是已经到重病 人很虚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加强补充 如果只是重症 还不需要 但如果喝会怎么样 也没有问题也可以喝 但我不认为一定要花那么大量时间 在煮这些姜汤熬姜汤 花那么多时间 我导比较建议 就是多花一点时间 把那个开关找出来 然后去加以按推把体伤解决 因为痛多数他处体伤 只要按得对 他的痛症会立刻改善 效果会比热云还要快 这是轻重症的处理方式 好那按推完了 要不要涂姜汤 要因为我们说的 如果到重症的时候 我觉得像他这样 还是可以涂的 那是不是要整个背部 整个都涂 我看他是痛在关节 也不是痛在前身 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涂 譬如他也不是带撞炮子 说身体有什么都没有 如果是只是在四肢 那就加强四肢的图就可以了 似乎还没有到达一定要 所以我认为患者在内外热源的使用 有一点过量 也就是他变成处理 这个内风湿性关节炎 有一点他把它当作是判断为重病 然后以热源为主按推为服 反而按推不是特别重视 然后好像要先保命 那个是治疗的原则似乎 有一点偏离啊 我的感觉 他应该是着重在按推 然后再来配合热源 然后热源又以外热源为主 而不是以 然后外热源又以患处为主 因为他不是重病 一定要整个身体 如果身体已经很虚弱 那整个身体涂姜粉 是没有问题的 让热源赶快补充进去 但他也没有虚到一定要 说全身涂姜粉 所以对于这样的 我感觉就是在处理上 从诊断跟治疗 第一个加强按推 然后加强外热源 那内热源可有可无 那如果要喝也不用熬到这样 就是甚至可以吃姜丸姜粉泥 这些都可以考虑 好提到这里 我还是回到刚刚讲的 按推有没有到位 然后你在使用大量的姜 这些姜的品质有没有问题 这个刚刚在讲 带状泡疹已经有讲了 你那个姜最好一定要有机姜 像现在基金会使用的 都是有机姜 从秘乳来的有机姜 那品质非常好 我相信国外也有有机姜 那重病患重症或重病患者 在处理上 我还是建议姜的品质 一定要顾虑到 第二个手法一定要赶紧提升 这个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 因为痛是在原始点里面 是容易解决的 反而痛都没有解决 然后一直在加强热源 所以方向上患者要赶紧调整 然后运动啊这些治理 这个都做得很好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他的作业 也就是他刚刚有提的几项 我们来做一个修正 我们刚刚我已经分析了 好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 很快来看得出来 那如果先他已经下得了床 也不再身体发热了 只是身体的痛多过一切 然后体力也还好的话 那我把它目前判断为重症 那如果是重症的话 内热源可以补充 但不需要强调 所以他说早上起来 就用40克的姜粉 放800毫升 然后去熬煮 融姜汤 喝七次 分七次喝 这个有一点喝的太多了 而且我认为水分口渴才喝 我也不建议一直要猛喝 所以我觉得目前好像还不需要到 就是喝到融姜汤 然后他说后面六次喝的是少一些 但水分那么多没有好处的 这是第一点 所以我认为可以改用姜粉泥或姜粉丸 还有他下面也有讲 我们看下一页 他有提到那个身体 他说这第二条我是很有意见 他说在烧的期间 我喝150毫升的白胎水 喝完以后做健身操 我说重症水太多 其实对身体是一个负担 何况在烧的期间 身体会发热的时候 你又喝白胎水 那在我看法根本是错的 因为白胎水我们已经讲过了 水是如果它是没有加温的 那一定是偏凉 你凉凉的喝 你看你水喝进去 如果它是一般的温度好 十几度到二十度 假设十几度 你喝下去 那那个水如果尿出来之后 它的温度 就不止十几度了 可能就是温温的 被温开水了 有这种味道 那这个中间 你凉凉的进去 又出来是热热的 那中间就会消耗到我们的热能 那身体对于这些水分 多余的水分还是要排除出来 所以我看得出来 患者从这一项 他一天的水分是过量的 也就是这些都造成身体的负担 没有必要 记得口渴才喝 而不是一定要喝多少的水 所以这也是我看到他整个在叙述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因为轻重症嘛 也不需要喝到 这么整天在都在喝姜汤 痛症应该是按一按就可以解症 反而都改成喝的 那当然他不能解症 所以这个喝姜汤的问题一定要改掉 不需要这样 如果要喝 可以少喝一点 我不是禁止完全不能喝 如果身体感觉疲惫了 很虚没有体力 可以喝一点补充体力 来修复也可以 但不应该喝水分太多 甚至如果你是有机姜那更好 有机姜微薄一下 在涂的过程中 你就可以马上在嘴巴吃几口了 慢慢含在口里 慢慢让它融化 然后就可以进去吸收 非常好的 那至于做姜 姜粉泥的部分 还是要参考我们的影片 这个我就不再说 好我们看第三项他写的 好这里就是制作姜粉泥的过程 然后他说他先生会帮他涂上背部前胸 你看背部前胸都涂 一般这么大面积在涂 其实是在处理重病才会这样看到 而且来回三次 做的这个是在从我的重病处理里面 我看他都做得蛮到位 但我判断的如果他都是在关节痛 好了即便前身也都在痛 即便你是可以涂的 但也不需要涂到这样 因为痛多数他处体伤 你只要在背部涂也就可以了 前胸也不需要涂啊 这个然后背部的话 以脊椎旁开这一带涂就好 也不用大面积的涂 那除非你人很虚 需要这么大的热源 那这样涂我也就勉强可以 所以好如果你即便有腰酸背痛 你要涂上下背部OK的 也是可以的 但前胸就不需要涂 然后肩膀痛手臂痛 这些是不是要涂 如果你按推手法不到位 你就要涂了 你涂了感觉温暖舒服 但如果你按推到位 事实上痛多数他处体伤 是应该是要温敷在大开关 然后至于他的指节关节 我看也有变形 也有一点胖胖肿肿肿 那也是算重 肿就算重 那所以要不要涂在患处 要他也是要 有一点类似像 刚刚那个带状泡枕的处理方式 他也在患处是可以涂的 如果有一些关节 已经痛到都快变形了 甚至有肿 这些都可以涂 所以你一定是以按推为主 然后温敷涂在大开关 大开关还不能解症的时候 再涂那个患处 也就是小开关 那这样整个手脚 包括膝盖手臂肩膀的痛 这些都可以咀嚼 所以图应该是热源使用的过 但按推看不出来 他有特别的按推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他这里处理方法都对 就是如果湿了要换 那洗澡完后马上 垫热衣穿上 然后到了晚上脱掉 好 这些处理方法都OK 那控弦的时候他也做运动 这个也没有问题 所以整个看下来 如果要点出来就是 看起来最大的舒适应该是 按推没有到位 然后热源又有一点使用太过的感觉 那他的处理方法最后 整个治疗的原则 我就给这样建议 第一个按推赶快学影片 然后按推到位 慢慢帮他按 就可以把他的痛症解决 第二个以外热源为主 不是内热源以外热源为主 然后涂在大开关为主 然后小开关因为我看子节这些变形 也是可以涂的 就是大开关还有小开关都可以再涂 那不需要连前胸都涂 所以外热源可以加强没有错 但从视频里面已经加强太过 那内热源部分就是少量 不需要用到这么大量 除非你现在身体已经是有 譬如异常疲惫 常常冷冷疲惫 然后好像全身无力 类似这样 那这样再来加强内热源 如果没有体力还不错的话 那这些是可以不用的 好我就建议到这里